庞朝庞云居思表演给我们看的 好思不如无思 那是他家里头现成的金银财宝 统统丢到水里面去 别人问他 你既然不要了 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好思 来救济社会做慈善事业 他就留这句话 给世界好思不如无思 这句话是真理是明言 大家都能相信 都能信守 给周围说天下太平了 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呢 好人太多了 每个人都想做好事 假做的好事一不服气 一做的好事并不服气 不服气就打了 好事就变成乱师了 我们从前 李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 表扬好人好事 地方上推学好人好人表扬 我们李老师在河板上写了四个大字 好人好事 然后呢 又回过山区 把那个第二个好字 那个角角上画一个圈 画一个圈就是念破音字 好人好人好事 好事就是堵死 反而把社会也搞乱掉了 所以说不如我死 真正做好事 语言成熟了 送到你面前了 这个不能不做 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没有这个缘分 决定不要去找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永远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 这个诸 这是真正幸福 真正享受 你这一生自在安乐 别人都修福 我没福 我不没福报了吗 你的福报超过他了 怎么超过他呢 我不是不修福 是没有缘 可见的 修福的那个心 缘满的 那就是缘满功德 你看这个 佛在论言会上 所讲的 发意缘成 缘满功德 那个心力发了 功德就缘满了 哪里要做事啊 事情来了 事做了才缘满 事情不来了 心一罚就缘满 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但是没有缘 可见的 他佛报是缘满的 这些大臣神经里面所讲的 甚深之理 我们要明了 要清楚 然后自己在菩提道上 才一番奉顺 决定不能走 不要以为 在佛门里做些好事 未必真的是好事 未必是圆满的好事 未必是清净的好事 你必须要密密观察 而且还要防范 现在是好事 将来会变直 一变就不是好事 那么变直之后 你要不要被因果责任 这不能不知道 经论之中 古圣先贤的教诲 一礼很深很广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自然就得受用了 谢谢大家 我现在给你带导 带来 小学生 我为你带来 我们要不来 我先不来 你带来 你带来